有音世界杂然轮回,欲颠倒故,活活之颤八万四千,横树乱象, 柔是固有,开恶不禅,流转过途,人,畜,龙,仙,其类,虫色。 这是第二,卵生,一般平常习惯说太卵实惯, 这是人总是认为人最高尚嘛,所以把人摆在前面,所以是胎生摆在前面。 那么,如果现在经文所说的卵,胎,实,化,把卵摆在前面, 它的原因在哪里啊?这是他受生的因缘多少去论前后, 卵生,众生呢,要有四种缘才能受生,就是妇缘,母缘,自己,业缘,三样, 还要加上一个暖,暖气。你看,这个鸡,它如果是复旦的时候啊, 它不能离开太久,鸡母不能离开太久,它就是要使这个暖气继续下去, 要这个暖气来帮助暖里面的众生能够出生。 假如让它凉了,那里面就没有办法出来了,那暖身就会受到阻碍。 所以,母鸡复旦,它必定要持续,让这个暖气继续保留。 那么,其他所有暖身,差不多都有需,都需要这种助缘。 所以,暖要具备四种助缘, 妇缘,母缘,自己,业缘,还要加上暖的缘。 呃,胎生呢,三种就可以了,不用暖, 因为它有妇缘,母缘,加上自己的业缘,这样子就可以去受伤。 那么,出世之后就是个人,所以啊,他只有三缘,就是三缘活后,就可以受伤。 那么,现在经文所说的,胎生,我们先把这个胎生的文字,顺着文字来做解释。 有因世界,载然轮回。 有因世界,这句话跟前文是相同的。 就是因为众生,由这个众生颠倒,世界颠倒。 而世界颠倒里面就是包含有众生。 世界医保,就是事是时间,皆是空间。 那么众生就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安住。 杂然轮回。 杂然就是众生的情见,爱情啊。 这个前面在第四卷讲过了, 胎因情有, 卵为享生,胎因情有。 胎生是因情而有。 所以这个杂然就是两性的混杂的染物之缘。 染物之缘呢, 这个情混合起来, 成为这个胎生的祖缘。 那么,这就是众生无量节来, 浓回生死的根本。 所以杂然浓回。 欲颠倒, 欲念啊, 就是欲信的欲念的颠倒, 这就是祸。 啊, 烦恼了, 心地里面有这个烦恼的种子, 生其现行, 啊, 就是颠倒。 呃, 和和之臣八万四千, 横竖乱象。 和和, 两性和和, 滋,滋润, 就是这个秦交的这个秦框, 都是滋润的, 而成就这个寿生的因缘, 这就是造业。 啊, 欲颠倒是祸, 和之臣, 就是造业。 那么八万四千, 说明他在这个三戒六道中, 呃, 这个胎生的祖缘, 呃, 呃, 多至由八万四千烦恼, 成劳, 呃, 成就这个八万四千的业力, 那么横竖乱象, 是说明他这个业力成就之后, 看他的善恶约, 去寿生的时候, 是横的, 还是竖的, 人是竖立的, 顶天, 头顶, 顶天, 脚立地, 顶天立地, 这是竖, 竖, 探探探, 啊, 竖的, 啊, 人是竖的, 呃, 处身道是横的, 所以处身道心意就是旁身, 旁身而行, 啊, 例如牛马的呢, 他都是旁身而行, 所以属于横的, 啊, 人是竖的, 处身道众身是横的, 他都是由过去造业的乱想而成就的, 如是固有, 台, 阿布坦, 流转过头, 啊, 这就是果报, 如是, 如上文所说, 提获造业, 那么, 因此之故, 就由现在的夜报的果报, 所以有阴有果, 决定要受果报, 那么受果报受身的时候, 呃, 台生, 呃, 台生的第二个积略就是叫做厄布坦, 厄布坦印度化翻成中国话是炮, 好像起水炮的那个炮, 啊, 由前面的一周的临华, 慢慢, 呃, 临结起来好像一个炮, 所以叫做厄布坦, 就是炮, 就是要将来成为胎儿的这个样子的这个炮, 啊, 由此啊, 慢慢建立, 就是第二个积略, 流转国土, 就在三界六道里面在, 呃, 寿山, 轮转不息, 啊, 那么, 说明他的内边吗, 像人, 像楚山道的楚山, 像龙, 像仙, 这四样东西, 都是台生, 呃, 他的内边很多, 满满全世界, 所以叫做充舍, 显示他的多的情况, 这四样也是拿, 呃, 属于台生的这个众生啊, 拿出四样来, 呃, 配合这里成为一具, 人是台生, 大家都知道, 呃, 出生到牛马猪羊, 呃, 他们也是台生, 不过时间, 是长, 是短, 不一定, 呃, 有个人的业力, 人通常说, 十月怀胎, 说是在母胎里面呢, 十个月满了, 才生出来, 实际上是不到十个月, 呃, 这个大宝基金啊, 里面有一部叫做入胎葬会, 大宝基金有120卷, 第五十六卷里面, 呃, 第五十六五十七这两卷的经文, 题目叫做入胎葬会,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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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卷经文是意定三档翻译的, 呃, 呃, 由菩利六字把他, 呃, 这个组合起来的, 这两卷入胎葬会啊, 是释迦牟尼佛跟南陀说人受伤的情况, 这是从开头佛渡南陀出家, 呃, 佛渡南陀出家, 出家以后南陀啊, 心很散乱, 呃, 他放不下时间, 呃, 那么因此后来佛就跟他说发, 呃, 还带他到天上人间地狱, 各地方去参观以后, 然后跟他说这个入胎葬会, 呃, 入胎葬会里面啊, 说人投胎的, 初出投胎的那个颠倒情况, 呃, 初出投胎的颠倒颠倒情况, 入胎以后, 三十八过七日, 人, 人在母胎里啊, 是三十八过七日正常, 三十八过七日, 实际上, 呃, 如果说一个月三十天来算的话, 还不足九个月, 呃, 要加四天才有九个月, 所以说十月怀胎, 只是说他, 呃, 前后总算起来吧, 实际在母胎里面, 呃, 呃, 他这个胎中前面的七位, 呃, 到七七四十九天, 那么五根慢慢就组成起来了, 然后慢慢长大, 到三十八过七日满了, 他就要出世了, 就就要出母胎, 所以人虽然说是十月怀胎, 那么以现代科学的说法, 也正能够符合, 就是三十八过七日, 呃, 那么总和起来要两百六十六天, 呃, 那么并不是一定要满十个月, 呃, 我看这部经啊, 我看过之后, 我深深感福, 呃, 呃, 神深清福释迦牟尼佛, 真是一切自然, 怎么说呢, 在两千五百年, 甚至三千年之前, 那个时候, 没有科学, 呃, 医学也没有发达到那么高, 可是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把人投胎以后, 一直到三十八日, 三十八过七日, 每一个七日的经过情况啊, 好像用X光去照一样 说得清清楚楚 跟现代的科学的说法 人秀生的情况 里面有出入的地方很少很少 我曾对照起来看过 差不多都能够配合得上 配合少少有一点配合不上的情况 很可能是翻译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翻译的中文 也许有一点不是很调顺 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原来佛说的话 我想跟现代的科学所讲的 毕竟不会有差错 完全相同 所以佛真是一切治人 那么这个世间是人家不知道的 他都不会知道很清楚 而且他并没有出来人 这个普通一般在哪里学习 他都在皇宫里面 后来就是出家了 那么关于这个人生的事情 他怎么会知道 他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佛地址里面有一位牧牛南陀 名字叫做南陀 因为他是牧牛以后出家了 原因就是他在牧牛 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 他想要考验释迦牟尼佛 那释迦牟尼佛他做太子的时候 在皇宫里面 他没有 这个看过这个牛的生活情况 我来请问他 看他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个牛的情形 那么 经过这个牧牛南陀一问 佛说出这个牛的情形 他说比这个牧牛南陀知道的还多了一个 牧牛南陀只知道十个 佛却说了十一个 说哦 这个好厉害 他都没有养过牛 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谁可见他是真正的一切自然 在他的大原定制里面了了分明 什么事都知道 没有一样是不知道的 所以因此之故啊 佛为南陀说的这个入胎当会 里面所说人寿生的情况 非常清楚 那么不过佛说法的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了 他的用意就是要人知道胎育之苦 胎育之苦 在母胎里面好像坐牢一样 这说明这个在母胎里面的这个时间 三十八个七日经过情况 是怎么样的辛苦过日子 所以人一旦出世之后啊 把过去过去生的事情完全都忘掉了 因为他在母胎里面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在哪里吃了这些苦头之后 尤其这个颠颠叨叨叨 把所有一些过去的事情 整个就忘掉一干二净 完全就忘掉了 所以人没有办法了解自己过去的事情 这是一个大原因 那么因此人是财政 而且这个入胎当会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值得一看 假如有大宝资金 不妨就把第五十六十七两卷入胎当会 请出来先看一看 假如没有这个单行的大宝资金 资金里面有大宝资金 有宝资金 可以把它请出来 看这两卷经里面的内容 那么我记得 我在用客家话讲山脉水战的时候 我就配合起来比较详细的说过 那么这是人是胎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用自己说 出生 牛马猪羊 猫狗 他们都是胎生 不过有了他们时间比较短 我听说